哈嘍大家好我是八九 中共为了保住北京跟雄安新区啊 决定开闸放水 牺牲掉河北卓州保定大部分的城区啊都被灭顶 灭顶呢 我们来看一些片段哈 真的是非常的惨 全都是谁 东边的村已经看不亮了 市场还有很多人 那边估计都有三米深了吧 三四米了四五米了估计的 你看那树都已经那样了 那个房子已经房顶了 这是卓州大石桥二手家具电器市场啊 石牌的 现在有好多人都在楼顶啊 需要蓝天救援队 需要民间救援组织 现在老人们没水没吃的 都在房顶整个村子整个市场 现在都是这种情况 我们是卓州市桃源区大马村 现在水位已经上涨至两米多了 有那个皮顶了 可以现在来救援了 我们现在我们村里困的人太多了 现在还其实水市还在等 我们还在这等呢 对吧 就是在二楼顿着呢 就卸红了 我们现在有11个人 上不了了 二楼被压了一半了 水已经到膝盖了 哎呀 这大水 甲山都给没了 我肯请卓州市政府 往那个卓州夏念头村这 派两个武林产过来 或者咱们有附近的朋友看到的 派两个武林产 夏念头村现在有5000人 我们正在一点家 就现在水越来越大 一点开始卸红 而今天半夜凌晨啊 同样在河北的白沟镇居民啊 连夜逃亡去其他城乡 百万人大逃亡啊 特色管理这三年看多了吧 富士岡大逃亡也看多了吧 而在旁边的天津啊 部分的城区啊 还有部分的城市啊 也被牺牲掉了 惨遭灭敌 真的是百万人大逃亡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看看夜里两点啊 白沟 大逃亡呢啊 开始看看啊 这车啊 现在是凌晨的1点01分 所处位置呢 是白沟 然后通知大家进行撤离 临时通知让大家三层以下的进行撤离 目前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 要去要帮你 要决定 车电子车 要说进去进不去 现在是半夜1点36分 全白沟都在撤离呢 走的哪 走的哪 都也不知道怎么走了 在他们的眼里 北京是中国的门面 雄安新区是圣上的门面 所以为了面子 可以牺牲掉河北部分人的家园 天津人部分的家园 折腾来折腾去也都没问题 家里被淹了也都没问题 再过几个月 小粉红又会在团结 以党为领导的党中央 学不乖 这三年大家折腾来的还不够吗 请问 折腾来折腾去 把你搬过来又搬过去 科社管理这三年 这样子的刑事主义 这样子的一刀切跟面子工程 你们不觉得很熟悉吗 我这个地方要清零了 怎么清零把你转去偏乡 再把你转过来 再把你调过去 不是差不多的操作 都是那个逻辑吗 所以中共改进了吗 它改善了吗 中共学到教训了吗 没有 河北天津部分人民的家园 为了中共的面子 而被牺牲掉 后续会不会有国陪 因为我要决体 我要保护我的面子 所以你们这些人家园要被我淹 但是淹之后我会给你们任何的补偿 补偿之外我还要再多贴给你 对不对 不然他们干嘛要去牺牲 请问中国中共给了你什么 你要去为了他牺牲 你拿到了什么福利 你拿到了什么好处 那请问你们每年这样牺牲 特色管理牺牲了三年 你们又得到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 还反而通缩越来越穷 而为什么中共会在人口多的地方 规划成泄洪区 然后平时也是让你们去居住 有难的时候你们就牺牲掉吧 最讽刺的是什么 2013年盛上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提到了 海绵城市的规划与建设 中共在2017年 李克强也在大会上提到了 推进海绵城市的建设 让我们城市既有面子更有理直 那什么是海绵城市 其实从字面上应该不难理解意思 这个就是让城市像一块海绵 能够应对雨水带来的灾害 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 下雨的时候呢 我可以吸水 蓄水 渗水 需要的时候啊 将存下来的水 稀释加以利用 实现雨水在城市中可以自由迁移 中共要建的海绵城市 你都建到哪去 你都建到中共领导的海绵体去啦 OK那就在2014年的12月31日 盛上决定在中国部分城市 试点做海绵城市 2015年的报告之中啊 希望能将70%的降雨量 就地利用与消耗 2030年啊 实现主要城市可以达到80%的总目标要求 又要5年10年 季后又要伟大复兴了 你知道讽刺的地方是什么吗 广东作为第一个海绵城市试点的区域 但是每年的广东 从6月 差不多从6月开始到9月 这个期间啊 总是会有一些地方淹大水 去年前年大前年 我的影片也都分享过 广东或是广西淹大水 也有淹到捷运站 隔年2015年 入围试点海绵城市的名单中 有济南 而山东济南也是这次水患的重灾区之一啊 2016年郑州也入围了海绵城市 但时隔5年后的郑州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啊发生了郑州水灾 地铁车道灭顶 还隐瞒数字嘛对吧 同年的2016年天津 北京福州也推动了海绵城市计划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以上我列出来的城市啊 这次全部都遭受大洪水之灾 搞笑的是什么 在7月10号中共还发了一个报导哦 他们自己党的报导 在吹北京的海绵城市多牛逼 7月10号发的啊 距离现在一个月不到 结果现世报打理 当然这个计划全中国要花大概1兆6000亿的人民币 我看了一下中国前两年的财政收入啊 前年是28兆 去年是9兆 人民币的收入 那想问你一下哈 你在通缩之前天天搞房地产基础建设 把银行的钱拿去玩掉 所以你们银行的储备金的这个储备量非常的低 你们是全世界最敢玩的国家呢 结果好巧不巧碰到特色管理那三年 建商钱收不回来 业主的钱也收不回来 那银行坏账烂尾 他把你们储户的钱都拿去借 借给别人还不出来 所以一堆烂尾了一堆银行倒闭 河南安徽等村镇银行储户至今还在维权 你现在啊通缩了对吧 你又天天印钞票给国企给央企 你就是不给民营企业 你前几天的报告中又在批判 谁敢打压民营企业我就怎样 不就是你中共自己在打压吗 而你把这些印出来的水啊 你哪怕把一点点认真去搞海门城市 或是甚至在这个通缩之前 经中国经济蓬勃的那个年代 你认真的把钱都放进去投进去 你这次的水患可以搞得像日本三一那样吗 人家日本那个是海啸 所以才有那些很夸张的画面 你们是海啸了吗 所以别跟我扯什么没有预算 是你不想花钱在民生上搞这些啊 因为搞下去了 以后很多地方都不能贪污了 对不对 以后的修复工程啊 然后以后的什么我要改善 我要做什么啊 对不对 你都没有办法贪污了 好那我问一下这个计划 你从执行到现在快十个年头了 你的钱到底拿去干嘛 天天正式不干嘛 穷兵独武 把钱拿去恐吓台湾 升级对台湾的作战花费 对海外进行渗透 在欧美日韩等等地方建什么海外警察局 对台湾的渗透去收买台湾的那些军人 然后还研发什么烂尾航母 然后那个晶片花了多少钱也是烂尾 天天军机落台 却不把钱认真的花在解决水患 解决医保社保分配的问题 这个是绝对解决不了 中国的医疗就是有分阶级制度嘛 金卡兰卡对不对 那今年啊 中共还强行挪用了医保社保的钱 去补贴其他的财政漏洞 你说什么收复台湾啊 全面脱贫就是笑话 全面脱贫的标准是每个月333块人民币的收入 你就脱贫了呢 那收复台湾更是痴心妄想 你却把这些列为所谓的中华民主伟大复兴 大家一起来做中国梦 对啊你很会做梦啊 我告诉你 你把水患的问题解决了 才是所谓的中华民主伟大复兴 这才是你史上最成功的攻击 而你完成了这个 你又不会牺牲掉中国百姓 你也不会让台湾百姓陷入战火 你又完成了所谓中国史上超越大雨治水的人 你不做人家大雨治水你脑袋进水 啊不对你是海绵体进水 绝体牺牲小我完成面子工程 而中国百姓也是敢怒不敢言嘛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前面那个影片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百姓在骂 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个状况换到台湾呢 换到美国呢 那按照小粉红的逻辑 我们这些美国人啊台湾人啊就是叛乱分子 你怎么可以为了这个牺牲掉宜兰牺牲掉桃园 去为了保住台北这个面子 然后你就在那边呱呱叫 你是不是收了50万 你是不是间谍我要举报你50万 我们撇除掉小粉红啦 他们志愿牺牲一切 为了领导看起来风风光光 为了我的城市看起来风风光光 我们没有女朋友我们没有小三 没关系不用怕 领导会顺便把你的份一起搞掉 所以小粉红就会认为祖国牛逼啦 我的领导多厉害啊 我家谁又又赚了多少钱啊 对不对总是拿别人来炫耀 因为他自己一无所有 所以他们才会拿什么烂尾楼的高楼大厦 会淹水的捷运来说是 因为那些从来不是他个人的资产 那是他牺牲奉献给党完成的成就 所以他会认为那也是他的一部分 但事实上那不是啊 党有说是你的嘛 而最搞笑的就是什么 即便中共花大钱搞了海绵城市 So what 中共还是一样会在台风天给你决体 给你泄洪 因为中共的水库都是用来发电的 需要维持在一定的水量 所以他就算知道台风要来了 或是什么气象预报 已经报给你说 这个礼拜每天都会下大雨 而下暴雨的几率很大 即便中共知道了 他还是一样不会提前泄洪 提前泄洪了那我怎么发电 我发电的钱还怎么赚呢 我还可以趁着大雨中决体 他就赌人民会不会发现 如果人民不会发现 那这次就算了 就怪给天灾 那就算人民发现了又如何 我一样可以在洗地啊 我就说 暴雨中我不决体 我不泄洪的话 那这个水库爆掉你们不是更惨 那你为什么不提早泄 你们气象预报是指红的吗 他就洗脑说 你们要为了国家 牺牲自己啊 为了党奉献自己啊 那请问一下中共你们牺牲了什么 难怪赵立坚会说 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 而我觉得小粉红很好笑 像我们的这个正副总统 蔡英文跟赖清德 都有在推特上发文 表示关心这次中国的灾情 结果小粉红继续在嘲笑 别假好心啊 你这个汉奸卖国贼啊 你要是真的关心我们的话 你把台湾主动回归嘛 这样子叫人家怎么同情 小粉红又很好笑 你希望人家同情你的同史啊 你又在诅咒日本 诅咒韩国诅咒台湾 又不希望我们去骂你 虽然我们没有骂你 我们只是在嘲讽中共的政策 而造成了中国百姓 但总是有人会觉得说 我们在嘲笑中国人水患 我也是不知道你的理解能力 怎么可以这么差了 中共我们不要去讲你们的水患 但你又希望我们关心你 我们关心你的时候 你又说我们不要假好心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呢 今天影片到最后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伯母小小见的拜